为什么各个主要军事大国都要不惜一切代价 去研制类似美军的鱼鹰双血一型直升机 这是因为与其具备的强大性能是分不开的 近日2019天津直播会隆重开幕 在航空战区有一款新颖特别的飞行器模型 为什么能引起现场参战人员的高度注目 为什么各个主要军事大国都要不惜一切代价 去研制类似美军的鱼鹰双血一型直升机 这是因为与其具备的强大性能是分不开的 首先从运输效率来看 其飞行速度是其他常规直升机飞行速度的两倍 其次就是鱼鹰航程也更强于一般直升机 可以一口气直接飞1700多公里 最后就是用鱼鹰输送士兵安全性更高 而对于飞得又高又快的鱼鹰来说 一般的对空武器对其无可奈何 近日2019天津直播会隆重开幕 在航空展区一款新颖特别的飞行器模型 引起高度注目 据现场介绍 这是一款电驱动多奖轻转高速悬翼飞行器 该机具有三大技术特点 轻转机翼设计 可实现垂直起降并高速前飞 悬翼与螺旋桨分类设计 这样的好处就是兼顾了垂直起降起飞和高速前飞性能 最特别之处就是采用了电驱动方式这项新工艺技术 从而在使用维护上更加便捷高效 目前美军装备有CVR MV22鱼鹰两款轻转悬翼机 这种结合了直升机垂直起降和固定翼高速平飞能力的飞行器 让美军的快速机动运输部署能力得到显著加强 但美军所研制服役的轻转悬翼机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机械传动结构复杂 伴随而来的就是不可避免的高机械故障率 直接影响了美军的飞行安全 据美媒披露的消息称 这种被认为功能至关重要的战机 在出动率和妥善率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由于维护不足 人员短缺 美海军陆战队装备的鱼鹰出动率只有60% 无奈只能趴窝在修理厂 日本自卫队也从美国引进了一批V22轻转悬翼机 但由于该机的飞行安全问题一直存在的巨大隐患 自卫队接收V22悬翼机后 也只能无奈滞留在美国工厂耐心等待着 与中国的鱼鹰相比 由于我们采用了最先进的电驱动方式 因此新展出的这款多奖轻转高速悬翼飞行机 肯定比美国鱼鹰要安全可靠的多 据现场人员介绍 这款多奖轻转高速悬翼飞行机正处于研制之中 未来在我国的军用民用领域都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还有望在我军新航母上入列服役 更好地加强我国航母编队的整体作战力量 未来未来发达車 为什么总的问题 好